接过家属成情的金融市议员李敏逊表示 这位41岁的王姓女子身体并没有其他疾病 8月24号在卵卵一家诊所打完高端后 不到12小时却在台北发生猝死意外 让家属难以接受要求厘清真相 因为这个王小姐她其实加上年轻 那也是才40出头岁而已 那也是单身 那也平常身体状况也没有特别的疾病史 也没有遗传的疾病史 那所以说在施打了疫苗的当天 然后就不到12个小时内就出事 那这个是需要厘清的一个真相 针对这一起以外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疫情记者会上 除了表示遗憾 也强调金融市政府将尽力协助家属 发生这样的不幸 我想大家都觉得很遗憾 那至于它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 我想这个由专业的这个医疗医师来做判断 就我们金融市民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市府都会提供协助 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一直也这样子做 没有问题 另外信封街一对夫妇在打完高端后 也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三度就医后 目前留在卫福部金融医院观察中 下午的时候两位又觉得不舒服 所以自行又叫了救护车 先到厂根医院就医 那因为检查的结果也都是正常 让他们缓家去休息 那傍晚的时候 因为这两位民众还是觉得不舒服 所以又叫了救护车 然后到布立基隆医院 那经过检查之后 目前是检查结果还是都是正常 那不过因为担心民众的状况 所以还是让他先留在医院里面观察 我们基于说说因为属于二次缓诊的这个案例 所以在急诊的立场来讲 会比较慎重在处理 所以我们基于慎重的原则 所以我们先安排住院做一个观察 那请我们的内科部主任蔡依密 那个当他的主治医师 给他进行观察治疗 接到这一对夫妇成情的基隆市员 韩世玉日前才在议会提案 要求基隆辖区应该施打 具有国际认证的疫苗 面对高端疫苗评出问题 韩世玉也呼吁中央重视国产疫苗产生的各项问题 夫妇两个的状态还是比较不好 那有无力感 那现在目前的话也有所谓的冷颤 抽续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再次的 呼吁我们中央政府 那希望呢可以正式 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记者张旗藤 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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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